这能成为正法道场的护法 善根福德了 一定非常深厚 请问 为何临命宗时只能生天 未能往生 西方是否自己未能完全放下 对 护法确实生天的多 往生的不多 原因是什么呢 往生的基本三个条件 幸运性 他在这上面功夫不足 他在求人天佛报的 那个意念很强 是怎么样一个关系 如果他自己往生的意念强烈 护持佛法 决定得胜 最明显的例子 我前些年住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 居士林将近 林长 陈光别老居士 这个是护持这个道场 尽心尽力了 生病的时候 他病得很长 两三年 不能工作 在家里面养病 养病的时候 才真正听进 因为在工作的时候 他没有时间听进 他是个银行家 事业做的很多 所以在这个新加坡 也是 企业界很有名的一个人 这个陈老居士 生病了 这不能上班了 才叫居士林 把我们奖金的光碟 送到他家去 他每天 天津八小时 很难得了 除天津之外 就念阿弥陀佛 听了两年 他跟林文元居士说 他想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有这种感应 那个时候 林文元居士 就要求他 他说不行 你不能往生 你要往生 居士林 没有人领导 这个道场会乱 没有这种 声望的人来领导 谁都不负谁 他想想也有道理 他说好吧 就答应了 答应说 继续听经念佛 又过了两年 他于之时之 他在往生前三个月 就知道 在一张纸头上 写他往生的日期 写了十几个 也没人敢问他 他写的是几月几号 没人敢问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一天 真的是那天往生走的 他真的是在极乐世界 没有病苦 没痛苦 那么这是我们 亲眼看到的 瑞相 不可思议 真正把这个往生信息 透给我们的 是他的冤情债主 他原先叫做很多 附在一个人的身体上 说出来 那是往生的时候 居士林 我们正在那里办这个 培训班 红发人才 培训班 培训班的同学 轮流就祝念 四个人 一批 轮流到他家里 就祝念 那么有一天 祝念回来的 四个人回 回这个 居士林 都住在居士林 孕前寨主 就跟着这几个发丝 到居士林 来了 附在一个 女孩子身上 附身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 就昏过去了 口里吐 吐本目 吐了很多 然后说话 他说我是 我们这一批人 是成光别 老居士的 孕前寨主 就是我们 看到他 念佛往生 心里很欢喜 我们不报复 不找麻烦 居士林的护发人 准许我们进来 我们进来 提出 两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听经 那我们要听经 还指定要听第三经 那居士林里面的 负责人就告诉他 我们讲堂里面 天天有法师讲经 欢迎你们来听经 他说讲堂的光太亮了 他们这是 这个灵鬼 不敢进去 那时候那怎么办呢 就想那时候 我们的餐厅 有两个大餐厅 在餐厅里面 用这个电视机 播放 地藏经的光碟 这样行不行呢 行 他们同意了 日夜播放 大概播放 两三个月 全都走了 所以他们要听经 他们要念佛 所以我们才知道 成光别 就是真的往生 愿心在主 佩服 这是我们替他 做的这些厚事 所以这不是假的 正法道场的护法身体 能超过堂里天吗 一般不太可能 为什么呢 要超过堂里天 需要自己修行的功夫 自己修行 功夫不到位 没办法超越 堂里天 堂里天是全凭佛报 往上去呢 就要有一点定功了 这个定功叫 未到定 他为他修订 我们说 比如说吧 像学校考试一样 六十分钟算即可 他不即可 他只有二十分 二十分 二十分呢 深夜摩天 三十分呢 深斗帅天 四十分呢 逐渐逐渐的 深夜摩天 到六十分的时候 那就到了 出禅了 就不再遇见了 那禅定功夫成就了 所以这叫未到定 未到定 功夫越高 就越往上提升 所以御界上面有四层天 都是未到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